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塔尼·穆罕默德在世纪高中度过了三年时间 支持每年的六月节小姐 今年她自己站上了舞台 表达了对家人朋友和导师的感谢 六月节先生和小姐奖学金 却在提高罗切斯特公立学校 有色人种学生的高中毕业率 马修·奥默伊万福被加冕为2024年的六月节先生 穆罕默德表示 六月节不仅是纪念我们取得的进步 更是拥抱我们的骄傲并团结在一起的时刻 他将在秋季完成罗切斯赫社区和技术学院的文科学位 并在明年春季转入护理项目 奥默伊万福希望通过教育倡导 指导学生和奖学金工作 为黑人社区做出贡献 他将前往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 学习计算机科学和预科医学课程 六月节是一个国家和州的假日 纪念1863年解放宣言通过 两年后奴隶制结束的消息 传到德克萨斯州的黑人社区 罗切斯特NCP主席瓦莱·艾莱格贝德 强调了庆祝反思和学习六月节的重要性 他鼓励个人组织和社区的责任感 社区成员分享了他们反对种族主义的声明 以及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有力量和自由的定义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ABCRN的大叔周末回归了 在这个文学盛宴的周末 我们将与一些出版界的大人物进行对话 包括保罗、穆德、雷切尔、库斯克和蒂姆 温顿 这个活动汇集了文学界的精英 让读者有机会深入了解他们的创作过程 和背后的故事 通过这些对话 不仅可以了解作者的最新作品 还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文学的热情和洞察力 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会 让我们一起沉浸在书籍的世界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澳大利亚第一家石油公司 金羊毛公司 曾在20世纪中期的长途旅行中 扮演重要角色 1913年 哈罗德克罗夫顿、斯莱因意外获得几桶加州汽车燃料 而进入石油行业 并注册了金羊毛这个名字 金羊毛公司在其鼎盛时期拥有数百个加油站和餐厅 并在全国范围内分销燃料和化工产品 尽管如此 1981年金羊毛几乎一夜之间从市场上消失 原因是彼得、斯莱因将公司卖给了加德市 金羊毛的标志是一只名为大卫的金色公娘 这个标志在全国各地的加油站上都能看到 金羊毛还经营着全国最大的餐厅连锁店 提供家庭餐厅餐厅服务 而不仅仅是为卡车司机服务 然而1970年代的燃料危机和能源危机 使金羊毛开始增长 最终被加德市收购 如今金羊毛的纪念品在网上和乡村拍卖会上都能卖出高价 澳大利亚市有历史学家克林 J.丹尼特表示 金羊毛品牌可能会在未来重新回归市场 特此声明 我授权黑镇谁我的录音为报借悲哀理应 背叛往来黑镇账户上谁又跑 我父亲马丁爱里斯爱看黑帮电影 但讨厌我演的戏剧 他自称为荣誉父亲 尽管这听起来不太好笑 但他其实一直在家 高中时我告诉朋友们 他更像是住在我家的酷哥 而不是典型的父亲 十四岁时我被妈妈抓到在房间里出档了 他把我的东西扔掉 带我绕着街区走 泪流满面地警告我家族的成仪式 几天后 爸爸首次来到孩子们的楼层 他探头进我的房间 说 你不能开着窗吗 你这个笨蛋 他很酷 从不说教 但通过棒样教会我很多 比如要对没有幽默感 自我推销意识形态和宗教持怀疑态度 我们共享对文身和戏剧的不喜爱 但他还是来看我两次学校的戏剧演出 甚至坐在前排毫不掩饰他在吸电子烟 我理解并尊重他中途离开的决定 这意味着要忠于自己的品位 他关心的是我们是否投入 有趣 有信念 他最骄傲的是 我在拼字游戏中以409分打败他 我们非常享受与爸爸在一起的时光 而他也同样享受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独立吧 塔尼亚·卡奇的故事像极了一部终生难忘的电影 现在他真的成为了一部电影 卡奇在14岁时被中学保安劫持 并被囚禁了一零年 他在家中和学校中都面临困境 父母的离婚让他倍感压力 一次他试图逃课 被38岁的保安托马斯·霍斯抓住 霍斯开始对他表示关心送花 糖果 礼物和香烟钱 并在楼梯间与他接吻 霍斯利用他的不稳定家庭生活 赢得他的信任 并说服他搬到他家 承诺给他更好的生活 1996年2月10日 卡奇被诱骗到霍斯的家中 被囚禁在二楼的卧室里长达四年 期间每天都遭受性虐待 他被迫使用金属罐当厕所 霍斯会给他带来剩饭 他被迫记录他们的性行为 霍斯用这些记录向同事和朋友炫耀 直到2006年 卡奇在邻居的熟食店老板乔 斯帕里克的帮助下 终于鼓起勇气逃脱 霍斯被捕并被派15年监禁 卡奇重建了自己的生活 获得了GED 取得了驾照甚至上了大学 他与母亲关系密切 并在2018年结婚 成为继母和祖母 他现在致力于帮助保护儿童和女性免受类似的伤害 对方 印度当局已批准对布克蒋得主阿文达蒂·罗伊 进行起诉 原因是他在2010年关于克什米尔的言论 德里政府的最高官员VK萨克塞纳 批准了对罗伊和前大学教授谢赫 孝卡特 侯赛因的法律行动 他们被指控发表删斗性言论 萨克塞纳是莫迪总理领导的印度人民党的一名政客 罗伊因其对莫迪政府的批评 包括针对少数群企的法律 成为印度的争议人物 起诉的决定遭到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谴责 称这是不可理喻的 除了法西斯·罗继 批林者认为 EVP非法活动预防法是违宪和不民主的 莫迪政府经常用它来压制批评者 包括律师 活动家 记者 诗人 学者和克什尼尔平民 近年来 罗伊成为莫迪政府最著名的批评者之一 他通过代理机构联系了记者 但尚未发表评论 《卫报》报道 南非开普敦出生的女高音歌唱家 格尔达·舒尔茨购的受采2020年 于BBC《逍遥音乐会》的最后一页演出后 声明确起 他将在6月26日至7月10日首次亮相 《皇家歌剧院》出演莫扎特的《女人星》 舒尔茨分享了他的文化亮点 包括在伦敦环球剧院观看莎士比亚的《无视生非》 他对这部剧的热爱始于13岁 他还推荐了《星际尼航》发现好戏 认为其结合了动作和智力探索 他正在阅读《劳伦解》 《贝尔的美杜莎的姐妹》 这本书深入探讨了美杜莎和她的两位姐妹的起源故事 舒尔茨还提到他在柏林 《佛琳·菲斯卡画廊参观》的展览 以及他最喜欢的开普敦餐厅的 《Strangers Club》的美味班尼迪克戴 根据《每日电讯报》报道 语言学家阿纳托利·利博曼·安纳托利·利本尼教授的新书《启源部名》 《词源学之谜》 汇源至谜了他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网站上发表的博客文章 展示了他对词源学的终生追求 利博曼将研究词汇起源比作参加一场永恒的黄欢节 他的书中充满了对词汇历史的探索 他的写作风格独特 既严肃又带有幽默感 仿佛一个古老的威力 望卡带领不解的孩子们穿越他庞大的语言工厂 利伯曼对词元学的热情和他的幽默感使他的研究既有趣又引人入胜 《每日电讯报》还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坚主义政治的文章 批评其在现代政治中的无力和矛盾 这篇文章探讨了中坚主义的历史和现状 认为其在21世纪的任务 是找到利用了挨革命的好处并消除其威胁 尽管有一些贡献者提出了中坚主义在某些领域的潜力 但整体上这本书未能提供一个连贯的愿景 说明为什么中坚主义应当重新夺回其主导地位 文章最终认为中坚主义的失败在于 其否认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和牺牲 而这正是现代西方政治所需的 在加长达8个月的战争中 人质问题始终是以色列公众最为关注的焦点 但上周以色列对四名在加沙被扣押的 以色列人的营救行动 导致了超过270名巴勒斯坦人被屠杀 这表明停火协议仍是确保人质安全返回的最佳选择 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对公众要求带回被扶人员的呼声 只是口头上的回应 但以色列人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对他来说是个头痛的问题 因为他妨碍了他似乎试图通过延长战争 来延长其政治生涯的努力 越旦对政府在加沙战争中的共谋感到不满 记者西巴阿布塔哈英批评政府的行动而成为新网络犯罪法的首个高调目标 意大利总理齐奥尔吉亚梅洛尼被指控将国家广播公司而挨变成了政府的胡舌 削弱了意大利的民主话语和媒体自由 For Anthology 信心 2011年11月的一个早晨 两名男子闯入德国东部城市艾森纳赫的一家银行 抢走了约99000美元 在警方追踪到一辆停在附近道路旁的房车后 枪声响起 车辆起火 警方发现两名男子死在车内 其中一人射杀了另一人 两天晚些时候听到艾森纳赫发生的事情后 听到艾森纳赫发生的事情后 一名女子在距离约100英里的地方将汽油倒在他的公寓周围 并点燃后逃离现场 这两名男子 乌维伯恩哈特和乌维蒙德洛斯 不是典型的银行劫匪 他们与女子贝亚特·泽夏普组成了一个新纳粹恐怖分子三人组 意图清除德国的移民 警方的调查揭示了他们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地下组织 NSU所策划和实施的一系列谋杀案 记者雅各布库舍纳的新书看讲别处 谋杀爆炸和清除德国移民的极右翼运动的真实故事揭示了这一故事 强调了白人恐怖主义在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持续威胁 1990年代末 我在伦敦国王学院担任法律学者 但并不热爱法律 在一次休假期间 我看到斯莱德美术学院的基础课程广告 新选乃朝就申请了 念试时我空手而来 但他们还是给了我机会 尽管起初我的作品只是简笔话 但几个月后 我深深爱上了艺术 这一疯狂决定让我辞去工作 重新回到大学学习艺术 最后在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 获得了美术硕士学位 我们还在这期间迎来了双胞胎男孩 搬到巴巴多斯后 我在当地博物馆获得了一个月的助流机会 尽管最终没有被邀请回去 但我开始通过文字表达对新家的探索 最终我的短篇小说赢得了多个奖项 并开始了全职写作的旅程 尽管如此 艺术仍然是我灵感的来源 我经常在画廊中度过空闲时间 继续在我的笔记本中进行素描 卫报 当我13岁10日 我的两个朋友硬偷窃被捕 这些事件发生在我们著名的学术卓越的郊区文法学校 那年春天 一位新女孩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开始偷酒 吸烟征场 甚至有人因酒精过量进了 进了急诊室 二三年后 一种新的公众叙述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浮出水面 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新书《焦虑的一代》指出 青少年的焦虑和心理健康问题正在增加 他将其归因与社交媒体的兴起和探索进游戏的减少 并建议禁止14岁以下的孩子使用智能手机 和16岁以下的孩子16岁以下的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然而心理科学并不总是如此简单 许多其他因素也在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例如肥胖率增加 学业压力增加和新冠疫情 我们需要更细致的探讨哪些青少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 以及如何帮助他们应对这些挑战 虽然社交媒体确实对一些青少年有负面影响 但也有很多青少年通过社交媒体获得了支持和快乐 尤其是那些边缘化或少数群体的青少年 因此我们应采取更为细致和现实的方法 而不是简单的禁止使用智能手机 卫报2001年 当这本《现代帝国的建筑》与美国作家兼广播员大卫巴萨米安的12次采访开始时 阿伦达蒂·罗伊已经备受争议 他的小事之神应反共主义而受到批评 他在想象的终结中对印度转向和民族主义和大坝项目的批评也引发了争议 然而罗伊并没有因此而沉默 他在现代帝国的建筑中继续燃烧着他的火焰 无论是在德里拉斯维加斯 伯克利高中 还是在波士顿的车后座 他毫不留情的揭示了印度的黑暗面 包括反黑人 文盲和营养不良 高少女死亡率 强奸泛滥 封建主义和对穆斯林的种族灭绝 他对全球化表示担忧 认为这是精神上的病毒 尤其是对美国的批评更是严厉 尽管如此 他仍然对印度怀有希望 认为在大城市之外的固有无政府状态中 仍然存在着希望 他的书《现代帝国的建筑》 展示了他对印度的深刻理解和不屈不挠的信念 独立宝我第一次接触到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书是在1994年 那是我在维也纳住在一位名叫苏西的家庭朋友的公寓里 苏西比我大四岁 我对他充满爱慕 但觉得他比我聪明和有文化 他送给我一本托马斯伯恩哈德 读本里面有他的信件小说和戏剧的悬段 如果你想成为作家 如果你想成为作家 你必须读老大事 15年过去了 这本书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箱子里 我的德语不够好 无法很好的理解他 后来我经历了一个迷失和遗憾的十年 但最终我还是重新拾起了这本书 发现他对我的写作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伯恩哈德的作品充满了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和对社会的尖锐批评 这让我深受启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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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